这边要秀出来 那这个是预设模式 这个就一半就只有 大概30分 也就考试这个才30分 要写这样才30分 还没写到那个那个那个什么自由模式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因为我必须 要计算什么时间 所以花费的时间的话呢 也就我在这个地方宣告一个 宣告一个这个 Long 是一个start 然后一个long是end 也就是先start先取得一个时间之后的 那最后的话呢再去把最后的时间扣掉start 这样的话就得到最后到底花多少时间 那秒部分的话呢 因为我是 毫秒所以必须要再出1000 这前面有一题有讲过 OK 再来的话呢 几题之中要答对几题这个部分的话 必须要怎么建立一个right者 right者的一个 这个 变数 那预设值给他0 那这个地方到底要不要static 其实这个地方没有static没关系 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 我们没有global的变数了所以这个地方有没有static都没关系 OK 好那再来的话呢 在man man里面要做哪些事情呢 因为我们会有需要资料 资料部分的话呢 有 有那个中文的 也有英文的 所以中文的部分的话 我就给他 放在哪里 这个地方我用二维帧列 5 2 长度的话呢 总共资料为5 然后二维 第二维这里面的资料有0 跟1 所以有5 5笔资料 有0跟1可以放 这有点像是5列 5笔资料 然后有几个栏位有两个栏位 有没有 所以其实二维正列非常好用 他可以跟资料固完全的match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要把外部database资料读进来的话 都会用那个二维正列来做 所以如果你对二维正列不熟悉的话 可能要 花一点时间了解 因为我看很多同学 还停留在一维 甚至还在用变数 那这一题如果你用一般的 阵列你变成要两个阵列可以 可不可以做可以做啦只是说 做出来的话程式当然比较容易长 那所以 这个地方的话52应该了解意思吧 5笔资料 有两个栏位 那第1个栏位的话就是 那个那个中文的 第2个栏位就是英文的 所以你会发现我塞资料 底下就是塞资料 那这个部分的话当然如果说你将来有个database 的话有没有 你就可以直接从外部啊 透过那个 JDP区可以把这个外部资料读进来 一样可以塞到阵列里面 甚至可以跑个回圈嘛 那跑回圈就是先知道总共有几笔 然后就 回圈一直塞 一直塞 这个太多了 我先用很多那个什么 云端上面的资料很多用jackson挡 jackson也可以直接从外部直接读进来 放在我们的那个阵列里面 OK那这边的话呢 就分别放什么 第0笔的 第1一个栏位就是电脑 然后中 中文英文